也有年輕人質疑吳李浦在安全上是否無虞 要縣府先進行評估 小林已經變成這樣了 那他會在中東 會不會在流失 會不會變成小林的第一回發生的事情 這是不是要等地址專家來評鑑以後 你再決定說是否要開始 大約有170多位小林村民回來參與投票 最後吳李浦勝出 將由紅十字會資助 預計將新建600戶到1000戶的永久租屋 縣長楊秋新也承諾 會請地址專家進行評估 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才會新建永久租屋 就像我們一直在講的 救災當然是很辛苦很困難 可是重建恐怕是更辛苦更困難 重建的好的話 這整個家園還有這些災民們 就會有更好的一個未來 但是如果重建的不好的話 恐怕又是一個更大的折磨跟災難 我請教一下院長 重建過程中 如果我們比照10年前的921 到這一次的88水災 有哪一些經驗可以值得我們學習 哪一些是可以值得我們接近的部分 我相信整個救災是非常緊迫的 但是在重建過程我是覺得是必須要長期的來重長記憶 因為你不能只用一個短期的一個組合屋或者是一個中記憶來解決整個災民的未來整個長期的居住問題 所以在確定整個它的無力普太的居住的地址條件是沒有問題以後就應該讓居民整個參與到未來的重建工作 讓整個重建的一個規劃跟它未來的整個需求都能夠符合整個當初居民的一個整個期待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整個居民在整個的一個發展過程它能夠符合他們自己的需求以外 也能夠讓整個小林村再現它當初的一個風貌 這樣是不是要請教你啦 所謂的居民參與重建過程 到底你們是要參與什麼 是包括空間的幾個 會就是說你整個硬體軟體的設施 到底居民最在意的必須要主動參與的部分是什麼 當然是這都有包括在裡面 不管是硬體還是我們體 因為我們也是盡量要去參與 盡量我提供一些我平坡的特色意義 不管是能夠提或是能夠提也好 是啊 如果可以讓我們參與下去 讓我們這些居民參與下去 可以鄰居這個相親力更入供 大家北部做的相親力更入供 阿伯我們要提供這個北部的文化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相親力有夠的時候 你做是不是會比較有幾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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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透過現場我們大概都可以了解 除了昨天我們談到說強制千春這個爭議 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硬做的之外呢 包括說排除像是環平法以及土地法這些 恐怕政府也要考慮另外一個更大的重點 就是災民們主動積極的參與 以上是在龍鳳市的現場 我們再把現場交換給台北的攝影棚 好的 謝謝信聰 我們剛聽到了這個小林村民 他們是擔心 這以後到無離譜去是不是會是安全的 那針對這一點我們現在呢 待會要請我們這邊這個階段的兩位來賓 兩位來賓跟我們來做一個深入的討論 首先為您介紹這一階段的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921正在重建基金會的前執行長 謝志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還有台灣綠黨發言人潘漢生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的 我們首先就想要來請教這個執行長 就您所看到的 其實剛剛小林村民他們很擔心說 好像才剛決定說要到無離譜 可是又聽到說這個土地好像有一點點狀況 那對於小林村的重建 就您的觀察 他們的這個進度會是順利還是可能會遭遇困難 剛剛透過畫面看到小林村村民所擔心的問題 大體上包括安置用的土地如何取得 那取得的時程會不會有所延宕 第二個部分就是希望有參與的空間 那這幾天我因為也參與特別條例的一個領定 那我的建議也被民主進步黨納入他的擔板 已經在跟執政黨進行協商 所以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向小林村的這些朋友來說明 目前大家所擔心的問題 在特別條例裡頭有沒有解答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土地的取得 因為裡頭涉及到私有土地 那不管是民主進步黨的版本 或是國民黨的版本 大家都有提到安置用的土地 可以利用徵收或者是架構的方式取得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取得的這個時程呢 雖然國民黨的版本是希望排除 既有的各種法律 那我們認為 為了避免產生後續的爭議 其實現階段既有的法律機制呢 已經有所簡化 那麼我們的建議呢 就是採取所謂的聯合審查 並行審查的方式 也就是把水土保持跟環境影響評估的 並行來辦理 同時呢 限期三個月內完成審查 那透過這樣子的這個方式呢 大概就可以厘清大家的疑慮 那也符合災民重建家園的一個期待 所以您來評断 就是說小輪村它的一個重建 這個需要的時間可能會是多久 過去處理921災後的這個千村計畫呢 土地的取得 當然是造成時程延宕的因素之一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取得土地之後呢 住宅的這個重建 因為在921的這個重建過程裡頭呢 受災戶是必須要負擔的 那這一次因為有很多的慈善團體 進來蓋永久屋 以免費提供的方式讓受災戶呢 來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呢 應該是可以 跨解大家的餘力 只要在土地取得的過程裡頭 能夠把速度呢 加快 這個部分大概問題不大 後半段 住宅重建的這個餘力呢 問題大概就可以 大幅度的一個化解 那至於大家所擔心的這個 參與的這個空間 那國民黨的版本大概就沒有提到這個部分 那我提給民主進步黨的這個版本裡頭呢 大概就是強調必須要匯同地方政府 然後要提具包括受災戶 就學就業以及就養的這個簽註 以及千春計畫 那整個計畫的這個擰定呢 必須要尊重不同族群的選擇生活方式 習俗社會組織經濟形態 資源利用方式 特別大家所關心的這個文化的一個保存 這些大概都是在我建議的版本裡頭呢 被涵蓋在裡面 是 老師您剛剛提到就是說 目前就是這兩天在立法院這個進行審查的 這個重建條例裡面 有提到了一些如何加速災區的重建 不過我們來看 這整個一個風災特別條例的一個 也是產生了一些爭議 包括說他在第十二條裡面 他有提到就是說 可以強制千居千村 而且呢 另外他在十三條十四條的時候 他提到了就是說 如果有需要可以排除區域計畫法 水利法 水保法 在這個部分我們知道 其實昨天這個環保團體也相當的憂慮 你們也到了這個立法院門口 去做你們的訴求 因為你們認為 其實這樣一條一下去之後 其實整個一個國土規劃機制 恐怕是瓦解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次的一個災難 其實大家現在都可以知道說 除了天災之外 人禍的因素很大 那真正的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山林的開發 國土的保育都沒有做好 也就是說剛剛提到的這些法 我們過去沒有去遵守它 造成了現在那麼多的災難 那既然源頭是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應該更加的去執行這些法 而不是把這些法凍結起來 那這次我們對於這個災後重建條例 兩個最大的疑問是說 一個它就是擴權 一個是花錢 那擴權的部分就會 所以假如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下去做 我們就擔心說 它未來就會變成一個災害重現條例 本來你是要重建家園 結果會是製造未來的一個新的災難 包括像我們現在小林村的居民 很關心的越獄飲水 它就是一個工程 它環評的變更沒有完成 它就自己先施工了 這樣子的事情 如果我們在未來重建的過程裡面 一直便宜行事的話 那未來災難會累積的越來越多 那另外一個是錢的問題 其實這個時候政府正在編 剛好編出來這個明年的總預算 那編的時候它是 沒有這個風災的條件是下編的 那現在風災出來 我們要編1000億的特別預算 那可是之前我們還有擴大這個振興經濟 擴大公共建設的 大概2000億的特別預算 就明年的部分有2000億 那這個東西應該做一個整合 那也就是說我們建議是 這個地方應該重新來重編 明年的總預算 而不是現在要用累加的 一個一個特別條例去加上去 那這樣的話就會造成 很多的財政負擔 甚至包括一些像土營工會 這種國營航庫的工會 就很擔心在第三條裡面 他就要把光股做一個釋出 那